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諾貝爾的獎項 其實基本上都過了一半 剩下的是什麼呢 文學獎 經濟學獎和和平獎 但是這些都不是我們節目的範圍 但是所有涉及到科學生資的題材的獎項 已經頒布了 我們由個時序開始 就是在星期二開始頒了這個醫學獎 這個醫學獎本身其實那個技術性都頗高的 但是我首先想問一下 其實近年那個諾貝爾頒獎的狀況 是不是因應科技和科學最新的趨勢 以今年為例 其實你不小心發覺就有很大的關聯 因為剛巧有很多的影響已經是不只是今年 是已經近年持續幾年 已經是直接在我們身邊那裡去見到 如果說人工智能那些東西 其實我會說今年度的諾貝爾獎 基本上就是向人工智能致敬 還有就告訴大家什麼叫做一個科學學問上的革命性的突破 你會發覺就是從今年的諾貝爾獎開始 你會發覺很多正正式式我們叫做 將人工智能的貢獻是完全認可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些叫做基因的技術 譬如說一個基因的資訊或者身體上的機能 它究竟詳細是怎樣產生一個物質 我有一個遺傳基因去怎樣轉化成為我們實際的一些細胞物質 這個過程我們也了解得越來越透徹清楚 所以我會覺得分子生物技術學 人工智能和有一份未發生的 但是遲早都會發生的 就是量子電腦二十一世紀三大突破 現在你看到其中的兩樣分子生物技術 牽涉到基因層面 還有那個人工智能已經是在2020年代 就已經是完全活在我們身邊 現在而且你也看到在我們的生活周圍 還產生了很多的投資賺錢機會 那個人工智能其實我們去講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這樣的條件或者有這樣的時間 我們可以從最初次那裡講起 那為什麼呢?我就早入行 我們八十年代中期那時候我已經進去電腦的新聞頁那裡 那時候剛開始有PC啦 當時吹到一個第五代電腦呢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全部收屁嘛 我們那時候就以為了第五代電腦呢 那是神話來的啦 那原來不是 時隔了幾十年之後呢 原來這個東西呢就叫成真 但是那個真正可以開發到的就不是日本 反而是美國 我們首先講講就是那個醫學獎方面啦 剛才我講的那個技術的含量都頗高的 他從那個RNA開始講起 那麼這個獎的貢獻在哪裡呢? 就是這個獎項頒給一個什麼方面的貢獻呢? 那首先可能台長你也幫忙解釋一下 那個人頒了去 究竟他那個具體上諾貝爾的官方那裡是怎樣去講的? 那麼他裡面講到就是一個叫做microRNA 用中文譯就是叫做微核糖核酸 就是聽這些字眼就聽到一頭無水啦 如果DNA大家聽過 那就去養核糖核酸 那麼如果是RNA呢 那它就不是去養核糖核酸 那我們就叫它做核糖核酸 OK? 因為那幾年的瘟疫 大家可能聽過有些叫mRNA OK? 那那個叫做mRNA 或者用中文譯就叫做信使核糖核酸 這樣 那麼現在這次叫做microRNA OK? 叫做微核糖核酸 那麼其實呢 它是發現這件事情 我想最重要是解答了其中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基因資訊怎麼變成我們身體 那麼我們現在是人人都很清楚的 我的樣子生成怎樣? 基因決定 是不是? 我個人聰明聰明很大部分也會由基因決定 然後就是我或者我身體上面其他機能 我的高矮肥瘦那些又是基因決定 那麼究竟基因裡面藏餘的資訊 我就知道它有資訊是決定了我出來的樣子是怎樣的了 但是這個這樣的資訊是在實體上在一個微觀世界裡面 怎樣轉錄成為真真正正我的身體特徵出來呢? 那麼其實這件事情中間有很多步驟的 那麼現在呢 就是這兩位分子生物學家 其實就是原本他們的訓練都是生物學的 但是就一找到那個興趣去到基因層面 他們又會是臨時要學很多東西 那麼於是乎就是從事這個分子生物技術學 那些這樣的基因那方面的研究 那麼其實你說基因研究導致諾貝爾長 其實我們未來,不要說過去的 現在與未來一定會繼續數到很多的 但是他們來說呢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我會覺得是這個過程是可以在未來寫在我們的教科書上 是告訴我們真真正正的基因的資訊 是透過一個什麼的過程被鑽錄成為我們身體的細胞 從而建構到我們不同的器官 以及我們整個人的外表 就是那些由一個細胞 怎樣去分工 怎樣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懂得走位那樣東西呢? 其實是一個很微妙的過程來的 有哪一些資訊我會展現出來 有哪一些資訊我要藏起來不展現出來呢? 就是在中間原來牽涉到很微妙的過程 過往我們有一個比較簡單的圖像去理解 但是這次這兩位得獎者之所以得獎 就是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過程 建立了一些實驗 他們針對著一種叫做什麼壽例线蟲 那樣的名字是很漂亮的 但是蟲也不漂亮的 他們透過研究某一種煽從他們裡面的基因過程 他們發現了由那個基因資訊 怎樣轉錄成為我們身體的結構 是多一個重要的過程 就是我們過往過分簡化的圖像就需要修正了 就由他們這兩位將這個過程 就介紹給我們 而裡面牽涉到的一件事就叫做微核糖核酸 就是那個microRNA 那我們要從那個最基本的那裡講起 什麼是RNA呢? 我想你如果只講什麼是RNA那裡都還未夠 那首先講了 遺傳資訊我們可以有幾種不同的巨型細胞 不是細胞 巨型的分子 來幫我們去記錄著的 那RNA可以 DNA都可以 所以你如果說什麼是記錄遺傳基因的那些因子 那我們基本上就是RNA、DNA 有人甚至還會堅持著就是說 可能某部分的蛋白質都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你可以這樣想啦 大部分DNA、RNA 人的話很多時候就是講DNA 但是如果講到一些比較簡單的生物層面 你去到病毒那些它就不是沒有DNA 但大部分就是用RNA形式來存在著它們的遺傳資訊 也都有一些病毒它是可以有權有DNA 來去儲存它的基因資訊 所以簡單來講 RNA、DNA這些東西都是記錄遺傳資訊的東西 裡面它就會儲藏了 那些資訊你就不要只想它好像電腦那樣 1001、1001那樣 就算那個在計算機科學層面的資訊傳送 那些零同一你都要有它的功能分工的 哪裏負責開頭 哪裏負責告訴我後面的結構是怎樣分派 就是哪裏是目錄 哪裏是內容 哪裏是指標 在我們的基因層面都有這回事的 如果不是你一大堆資訊集聯無章 你不知道怎樣運用資訊變成我們身體的部份 你想一下如果人類由受精卵層面 由那些胚胎、幹細胞 懂得這樣一路分工下去 裡面其實牽涉著非常非常之多 這些生化過程是可以很複雜的 所以當初這些遺傳學家或者生物學家 他們都確認到的 其實在我們的染色體 就是由DNA捲成的人類的染色體 或者很多其他生物染色體 裡面其實存在著很多一些的資訊片段 是那些叫做轉錄音子 轉錄音子就好像他將那個資訊 連著說明書都固在一起 固在一起這樣 就是有時候你下載一個電腦程式 你整個東西下載下來裡面一解壓縮 裡面有很多東西 這個是說明書 這個是read me 這個是注意事項 這個是軟件硬件需求 然後你走上來的時候 你要哪個東西先哪個東西先 可能有很多的package 很多的工具在這裡 其實在那個分子生物層面一樣有這回事 我們其實在過往就確認到有些叫做轉錄的因子 那些轉錄的因子一被拆開的時候 再將它貼回到DNA裡 它就一個自動機器了 機器就能夠幫我協助產生一些叫做 信史核糖核酸 就是MRNA OK 而這些信史核糖核酸 MRNA這些東西 就可以直接將它貼回我們的基因和酵素上 就直接產生到幫我們砌一些蛋白質出來 而這些蛋白質就成為我們身體的 建構我們身體的細胞的肉 就是我們怎麼知道這個是乾細胞 這個是老的細胞 這個是神經細胞 或者這個是什麼其他器官細胞 裡面所需要用到的蛋白質 它的功能是有不同的 它的蛋白質需要產生的 究竟怎樣可以由那個基因資訊讀出來 去協助我們真真正正的 有部機器幫我去砌一個 我們需要的蛋白質出來呢? 首先有轉錄因子 跟著有MRNA 然後就由MRNA這個機器 幫我去製造到這些蛋白質出來 所以講到這裡 大家會明白到幾年前的瘟疫 我們講的什麼打Moderna或者是Pfizer那些這樣的疫苗 它裡面是MRNA 因為你有那些MRNA 你那些東西一貼在你身體裡 就是貼在你身體的細胞那裡的時候呢 還有它們的遺傳基因 還有那些酵素那裡的時候呢 它們就會幫你去製造那些蛋白質的 而那些蛋白質就是相應於那些病毒的外殼形狀的蛋白質 它整個蛋白質出來之後 它自己會懂得去捲蝦米去摺起來 就好像一條橡筋 你自己會把它捲捲捲 它自己會有一個形狀捲在一起 而這些捲出來的形狀 其實又剛巧得那麼巧了 就跟剛剛新鮮滾熱辣的諾貝爾化學長又有關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幾件事 完全全在我們身邊發生 那我先講回今屆的貢獻 其實現在我還在講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我們的身體如何由遺傳基因那裡 去將它的遺傳基因資訊讀取出來 然後去砌我們的身體出來 講到這裡而已 在我們過往就是這樣想的 有轉錄音紙 其實有個說明書 教我們如何去解冊一些東西 而且說明書懂得幫我們製造那個工具 那個工具叫mRNA 然後有mRNA出來之後 我們就懂得去砌 即是結合遺傳資訊和一些適當的酵素 我們就懂得去砌我們的身體 那些這樣的細胞出來 所以你說那些由幹細胞 其實幹細胞如何懂得幫我變回 做肝臟細胞 變回做胰島素細胞 那些這樣的東西 其實就有這樣的過程在背後 我們要懂得去砌相應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啦 還沒完 我們一直很長時間 從這個二十世紀中期 一直到這個二十世紀的後期 我們都一直是這樣想的 但是真的很厲害 這兩位今屆諾貝爾的醫學獎得獎者 他們的名字是什麼? Victor Ambrose 和 Gary Rufkin 是的 他們有他們的合作的研究在這裡 他們發現到就是說 原來我剛才所說的這個基因轉錄 去產生我們身體的過程 是對的 但是不是事實的全部 而事實上是有另外其他的路徑 牽涉到一些東西叫做microRNA 那剛才不要將microRNA 這叫微核糖核酸 和那個叫順氏核糖核酸拌亂 雖然大家都M字頭 大家都RNA字尾 但是在這裡就出現了一個很顯著的分別 MRNA這件事是會直接導致 有一個相應建構我們身體的 所需的蛋白質是產生的 所以你可以說 MRNA最後是那個工具來的 有些像我們準備運上月球的那輛產泥車一樣 最後你要看到上面有個建築物 有些實體東西出來 你就要靠這個MRNA機器 來幫我們去砌一些東西出來 在他們的研究裡面 他們發現了一些奇怪的過程 就剛才說的牽涉到一些腺蟲 他們研究裡面的時候 他們就針對著這種腺蟲 其中兩種的基因變異 一種叫LIN-4 一種叫LIN-14 我就姑且叫做LIN-4和LIN-14的基因變異 OK 就在這種蟲裡面 它有很多種基因變異可以發生的 但是他們針對一種叫LIN-4和LIN-14的基因變異 因為這些基因變異是最後你可以有很容易整個蟲的形態 那個發育圓圓圓整 你可以看得到的 而為什麼要選擇 很簡不簡單選擇這種蟲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生物 有複雜有簡單 OK? 我們由簡單的生物那裡研究是好的 但是如果生物太簡單 裡面不是太多那些這樣的器官功能 很多的細胞會懂得去分工扮演不同的功能 就變成了不太能夠給到很多的啟示 我們對一些複雜的生物那裡有些啟示 因為譬如我們人這樣 心肝脾肺腎有很多不同功能的細胞在這裡 一個比較簡化的版本 我們就可以追溯到這種蟲 OK? 如果有些蟲叫阿米巴原蟲 單細胞的生物會移動 那它沒有什麼器官在背後 它是一個太過簡單的單細胞 OK? 它裡面的細胞的功能分工 還沒有滿足我們的要求 但是這種這樣的腺蟲 它裡面是有它消化的部分 它神經感應的部分 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功能分工 所以就選擇了這種 很容易在顯微鏡之下研究 和它透明又成的 你比較容易將它螢光掩飾 然後就找哪部分打哪部分 就比較容易追蹤到 所以它就成為了這兩位得獎者 它們的研究對象 剛才說回就是 它這些叫Lin4和Lin14的基因變異 是的確令到一條蟲 它不知怎麼弄長一些 長一些、短一些 功能是有不同的 就可以用我們的眼睛看得到 它是有沒有受到這個基因變異影響的 它們就搞不清楚一件事情了 它們用回傳統的想法想的時候就是 你這個Lin4的基因變異 有這個基因變異 於是乎就會產生相應的信氏RNA 然後就會令到它砌到一些東西 怎樣怎樣 然後那條蟲就長了、短了、短了 這樣 而很有趣的 竟然就是說 如果這條蟲是同時間有Lin4和Lin14的基因變異 那個Lin4的基因變異是可以壓制住 Lin14的基因變異的表現出來 現在很有趣的就是 明明我兩個基因變異都有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基因變異 是可以對另一個基因變異有影響 令它壓抑著不發放出來呢? 這些基因開關制在這裡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來的 我和台長很久很久之前做神秘之夜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集說的那些什麼21世紀諸羅紀公園呢? 其中裡面說的一個問題就是 有人說其實一隻雞裡面 是藏了很多恐龍基因資訊在這裡 其實它是恐龍來的 但是因為它的基因開關制 令到很多制壓抑著 它的恐龍表現出不來 所以有人說我們可不可以把那些制開出來 令它變成恐龍出來? 對 反過來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做到這件事 其中一個很重要處理的問題就是 你要去了解這些基因開關制如何開、如何生 如果用舊的圖像來講 它開不開 那一開始有些基因轉六因子就是開關制 有那個轉六因子就懂得用它出來 而且在我們人的身體裡面 我們辨認到1400多種轉六因子 其實應該還有它陸陸續續繼續多這樣發現出來的 因為每發現一種轉六因子 我們就明白我們身體為什麼有多一種特徵了 為什麼會懂得變成這種細胞、這種細胞 原來就是我們辨認到背後的轉六因子作怪 如果有些人原來在轉六因子的層面出事的時候 或者它反過來在基因層面的資訊出事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透過去動一下這些過程 來幫我們去搞正的系統呢? 譬如是基因資訊有問題 我不要轉六它出來 或者是我的基因明明有個對的基因資訊 但是轉六因子出問題 我可不可以叫它補充回去 令到我出現正常的東西 OK? 這一節我要迫著講很長的 因為我還沒講到微RNA那裡 我容許我盡快講完這兩位得獎者 他最重要的發現就是 他透過那個線從那個很奇異的過程裡面 發現在這個舊有我們認知的基因轉六機制之外 還有一個新的成員 原來還有另外一種的途徑 來去控制著那些基因資訊究竟展現還是不展現 就在這個線從的例子裡面 他們發現了原來這個這樣的線從裡面 除了產生這些叫做信氏mRNA這些東西之外 還會產生一些叫做微RNA的片段 這些叫做microRNA的片段 它是不會幫我去產生到任何的蛋白質 它不像那些信氏mRNA一月 這樣可以直接促使我產生到某種蛋白質 它就好像一些油魂野鬼那樣 但是它又會黏在其他的信氏mRNA或者其他RNA片段那裡 就有時候會阻礙著它有做事的 這樣很有趣的 這樣解釋一下 剛才那條蟲 如果那條蟲本身有Lin4和Lin14的兩種基因變異 它由Lin4的基因變異 這條蟲本身是沒有展現出來的 所以在這裏大家可以這樣去理解 真真正正的由我們一個基因的資訊 到它是否展現出來的 不是一條很直線的過程 不是說一件事導致另一件事導致第三件事就完了 而是由一件事導致兩件事 然後兩件事可能中間有互相的相互作用 才再決定有沒有最後的結果產生 所以在這裏你可以說提供了一個比較正確 以及重要的一個就是基因展現方式 這裏要再提一提的就是 他們當初在1990年代發現這個成果的時候 是沒有人理會他們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大家認為這是個別事件 你這麼喜歡玩一條蟲 這些現象只不過是那條蟲才發生的 我們人類這麼複雜的生物 其實這個現象是個別的 不普遍的 但是隨著在近年 就是由他們發現了之後 隨後的十年十幾年之後 陸陸續續發現越來越多的個案 是涉及到這個microRNA 而其中有些的過程 發覺不只是在人 而是整個動物界普遍都會牽涉到這種現象 而去展現了 這就容許我省略這些例子了 後來就是有人幫他驗證了 原來這個microRNA的過程 不只是在這種線蟲裡獨有的過程 是整個動物界 幾乎是在動物裡面 找到不止一種 是很多種 是涉及到microRNA的過程 而最後有些結果是決定了 他最後能不能夠表現到某種功能 某一種的特徵出來的 所以我們最終現在在學界接受了 完完全全就是說 我們舊有那種基因資訊轉陸成為我們身體特徵的過程 不能太簡單去理解 是需要到不可忽略這些叫microRNA的東西 所以這兩位得獎者就叫做豐富完整了 給出一個更加對的一個基因轉陸成為我們身體特徵的過程 在這裏 好了 我們第一次要結束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